Yoshi 大家好我是曼 你们知道现在日本正在上映 Spy Family的剧场版吗? 在台湾的各位不用担心 因为很快的 1月19也会在台湾播映啦 好的 那为了庆祝这个IP 持续维持的高人气 我就决定要来讲讲主要角色的CV 就是演我们最帅间谍老爸 洛伊德佛杰的江口拓野 现实中的江口拓野也是一个 有颜值 身高高 演技好又会画 呃 的人才 除了触到灵魂深处的画力让人惊艳之外 我其实真正对江口留下印象的 是因为花江的频道 花江都会邀请江口还有小叶 三个人一起录游戏精华 那时候才知道 哦 原来江口是个宝藏满海来者啊 这周他就演的间谍家家酒嘛 黄昏低沉稳重的身线 征服了不少迷妹 但其实他在刚出道的时候 还比较常配少年角色 一直到他的演技比较成熟的时候 开始尝试更多角色之后 才渐渐变成大家比较熟悉的嗓音 那我们就来看看江口拓野 是怎么样成为人气生幼的心路历程吧 不过老样子 先来提醒一下各位 我们的老朋友电子书平台 BooWorker有新活动了 史上最包销的女性月炮漫画 梯子趴趴走第二集 电子书和纸本同步上市 梯子的奇妙月炮旅程 第二弹跨出东京再出发 这次与BooWorker合作独家活动 今晚你想约谁 去官网投票的送你20元折价券 还有独家授权书价封面 除此之外 2003年BooWorker畅销金榜 本年度最受欢迎的漫画、情小说、限制及写真 人气作品有哪些看这个榜就对了 202312月15到20241月14 活动期间通通七九则起 借到下方资讯栏邻国的 漫漫专属100元优惠券 想更多的优惠 出生1987年的江口拓野 从小就喜欢看动画、漫画和打游戏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因为在深夜准备考试时 无意间听到了小野版商业的广播节目 而开始对生优这个行业产生了兴趣 小野版商业也是个已经夸他入行40年的老牌生优 演过网球王子的逃城舞 召唤恶魔的阿萨谢尔 看到阿萨谢尔就知道是男角色了 那时候的江口又有一部非常喜欢的作品 《星空的邂逅2》 这部作品是一部SF青春学园恋爱剧 他本人说可能是因为故事里的校园生活 是他没有体验过的 所以他非常沉迷于这部作品 然后我就好奇去查了一下 里面除了外星人、玉姐、罗莉等多重元素之外 还处理了三角关系、私生恋、婚姻等议题 是因为江口高中时读的虽然是男女合校 但是几乎都没有跟什么女生讲过话 而这部作品细致的描绘了青春期少年少女们 会遇到的烦恼与冲突 让他非常喜欢 他甚至喜欢到还自己一个人去胜利寻力 到作品里出现了场景彩点 其实当时已经高中要毕业了 但是他对于自己的未来还是很迷惘 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 没想到在这一趟旅行中 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还遇到了同好大叔 带他一起踩点巡礼 在旅行的最后 他在笔记本上面写下的是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生优 就确定了自己未来的志向 于是江口高中毕业后 就决定上京打拼 就读于日本工学院的生优演聚科 不出所料 一开始就受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家人没有打算帮忙出学费 所以来到东京后 他都自己打工赚学费 认证的做生优的训练和工作 然后有了很好的成绩 现在家人也都非常支持他 这种讲起来好像很轻松 但事实上一点都不轻松 他工赌的工作是送报纸 每天凌晨3点多就要起床 然后送完上课 上完课再去送晚报 一直忙到12点才可以入睡 过着比狗还要累生活 他当然也有想过要放弃 不过放弃就输了 事后他说 他很信心家人当初的态度 因为他怎么样 都想要争一口气来证明自己 如果没有经历这些 他也没办法如此坚信 自己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 一边念书一边做生优的训练与工作 坚持了两年之后 2007年在20岁的时候 参加了由生优事务所 81produce 举办的公开征选 并且从1000多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第一届公开征选的优胜者 顺利的在2008年的TV动画 骷髏13 以没有名字的代客趴车员出道 后来就接演了 东芝一殿的配角 大三智 不 无事就好了 昨天密丁的地方停了 算如此 但大多都还是演些小角色 而终于到了2011年 首次接到的主艺角色 Gothic 九成一米一角 嗯 听起来还是很路人 但不过 配完了隔年 他就拿下了第六届圣优奖的 新人男圣优奖 立刻证明自己是很有实力的 而接下来 他也开始利用自己的声音特色 拿下来更多的配角 刀剑神域 只在第三画出现的德加 飞弹的雅丽雅 不知火量 以及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 就有许多网友表示 现在回头看才发现 自己以前原来早就看过江口配音的作品 那时候要说他的身仙特色 就是 没有特色 也是因为没有什么特色 所以 什么都可以演 所以他就到处演 其中也有比较有名的配角 像是影子篮球员的 小金锦圣二 那这就是奇蹟的世代吗 真正是普通 妖狐扑SS 肚离万里 你这人 我比较好 靠近 排球少年 赵岛鱼尔 最近的话就是 葬送福利连礼 修塔尔克大哥 不论是平庸 傲娇 还是热血烧眠都可以 也不会过分强了主角光环 在这条 不齐眼男角培育法之路 持续钻研 终于 钻到了一个在 不齐眼金字塔顶端的男人 他就是 果然我的青春恋爱喜剧搞错的男主角 比弃古八番 俗称大老师 看似富有深度 其实又有点危险的中二发言 加上 猫狗党争之力乏为 2013年之后 果青迅速在载圈串起 虽然身为女主们的早见沙子 汉东山那样更红 但江口兔也在这个时候 累积了一定的人气 尤其是在男生之间 因为大老师在剧中 总是会用他的人生哲学 说出了大量的名言家具 让果粉把笔弃鼓奉为人生导师 但也因为独角的戏力多 所以每一次的独白 都是考验江口演技的时候 江口在传谋角色的时候 都会习惯先找自己 跟角色有什么相似之处 他说他在当学生的时候 也很像大老师 不太与人交往 喜欢独处 甚至还会自己一个人 到没有人的地方吃午餐 那时候也觉得跟他人来往 是一件很困难又麻烦的事 找到与角色的共同点后 江口选择的是 比较低的声线来帮大老师配音 给人一种 没有过多情感怠惰的感觉 但如果只是单纯演一个消极的青年 我想是没办法获得观众喜爱的 所以他会在有趣的片段中 改变说话节奏 增添了一些喜剧效果 再加上自嘲台词 以及不知意的 改用轻柔声音的说话方式 完美的表达了角色别扭 毒蛇 中恶 但却都相当温柔的性格 然后因为这次的合作 江口和果青的原作者杜航 变成了好朋友 肢底下会聊天喝酒 可以从网络上看到两个人不少的 激情招 就可以知道他们两个感情有多好了 而且后来由杜航编剧的动画 都少不了有江口的参与 虽然都不是戏份夺中的角色 但是很明显的 只要有渡航的地方 就会有江口 不过 不过 虽然变有名了 但他也没有迎来真正的事业高峰 可能偶尔接个大的 但大部分都还是演配角居多 演的数量甚至也不多 到底是为什么呢? 据说是2013年之后 江口自己闹出了一些问题 跟事务所之间有点不太愉快 不过由于是没有经过官方证实的八卦 所以细节这边就不多谈了 总之不管怎么说 事务所在那段期间 并没有把重心放在江口身上 然后之后 就让他卖身 去赚女孩子也欠钱了 对的 他的事务所81produce 会让自己旗下的男生 有参与不少 以女像企划 从广播剧 音乐 游戏 到动画 他有参与了像是 超心动文艺复兴 想臭音 idolish 7 里面的六迷子 偶像梦幻季 日日宿舍 等等还有很多 idolish的六迷子 我觉得就是一个蛮有代表性的角色 虽然讲话怪强怪掉 但这个完全 不影响粉丝对角色的爱 江口的诠释 完美的展现这个 对自己充满自信 自恋的美男子的性格 也让网友们感觉到角色独有的性感 好啦 其实我逼自己不要笑 不过那几年江口也不是没有突破 这次找资料我才发现 原来 暗物语的 钢铁猛男 也是他配的 不信者 自说各位 这部男主角算跟两斤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但他百分之百 是个超纯正的校园纯爱喜剧 在2015那时候讨论度还不算低 只是本来以为 宗之人会是个大叔 没想到 是个只有27岁的奶油小哥 江口本人说话的声音 可是这样的呢 主役声優生出演 所以在配第一话的时候 他就深深感受到喉咙的负担 这两年在某次的广播中 他有和同行的聊到 自己已经没办法发出早期的声音了 在发高音的时候出现杂音 记得我们在聊普吉尔那一集时 我们有讲到 普吉尔在录爱德华之前 他会特地去唱KTV 把自己的嗓子弄哑 至于江口嘛 完全是平常太爱喝酒社交 还有接着角色变得多元 所以嗓子渐渐的发生了变化 结果江口回归陆国庆第三季时 大家爱听 诶...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回去听一下第一季 诶...他说你谁 不过往好的方面想就是 他的路线广了 从一开始的少年意 高音 热血 清爽 声线渐渐的成熟 往低沉 阳刚的方向发展 关于我转身成史莱姆这档事的苍蝇 Given被赠予未来的韦秋燕 我自己也觉得 从这个时候他才渐渐找到自己的定位 所以...所以...终于 拿到了一个又主流又有热度 极帅气余生的角色 江口在揣摩这个角色的时候 发现黄昏的个性跟他一点都不像 黄昏是是要求完美 但是他自己个性是很随性的 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 不过个性不同对他来说 反而比较容易找到角色的特点 所以整个揣摩过程都蛮顺的 不顺利的 而且他还想到 他的妈妈每次才骂完他 都可以马上用很温柔的声音 接起电话 那种瞬间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感觉 让他体悟到 妈妈 居然是个声优啊 每个人在生活中其实都拥有不同的面向 甚至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江口因为诠释黄昏多个面向 诠释得很到位 让他获得了2023最佳主演声优赏 是入行15年以来 除了新人奖之外 第一次拿到的大奖 而且他还拿下了被网友票选的 年度最活跃声优 一举成为双冠王 他的女儿总其敦美 也跟他一样赢得的双冠 再次印证了 Spy Family的高人气 前面也有提到 江口应该是目前在生后界里面 身高最高的人了 除了基因遗传之外 他小时候也喜欢喝牛奶 国中史也有加入篮球队 那座果青十周年访谈的时候 可能当时因为太认真进入角色 比弃骨八番驼背的特色 也不小心转移到自己身上 但是在这10年间改掉了这个习惯 所以又长够了2公分 变成189 就在一旁一起接受访谈的东山奈阳直接说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没办法使用同一支麦克风的原因了 其实江口自己也觉得这个身高讲出来太可怕 所以在节目上每次都会强调自己只有187公分 187公分 除了江口的身高 他发色也很值得关注 因为他不仅常常换发色 还勇于尝试各种不同的颜色 基本上我根本想不到什么颜色是他没有讲过的 棕色 金色 灰色等等 基本上对他来说称不上特别 正绿色 正红色 蓝色 绿色等等鲜艳的颜色 他也是没有在怕的 甚至还讲过独角色的漂亮梦幻发色 只能说连长得好看 怎么样都好看 江口说过他在学生时期 跟大老师一样 几乎都是独来独往 喜欢自己坐在教室的角落独处 但说不定他自己根本没有发现 自己根本从高中实习 就已经是大家的宠了 江口这个事情是从以前开始 就有一个莫名其妙的诅咒 就是只要名字被写在黑板上 一定会有人去把江这个字 旁边的三点水插掉 变成公口拓野 这位老司机们应该就不用解释了吧 再加上他高中时候 也是学校的学生会长 因此公口会长 江的爱称就此诞生 此时的我只想问了 王子在哪里? 进入生幼界后江口也意识到 如果要全面的建立角色 就必须和他人多相处 接触到更多的人 才能了解到人所拥有的可能性 所以就结束了孤独一匹狼的模式 认真的社交 因为他的个性有去随和 总是被前辈们关爱着 甚至连同辈也喜欢捉弄他 算是生幼界中 少数同时前辈后辈都会欺负的对象 不论是在工作室还是死底下 他都一定会被欺负 我觉得是因为每次江口被欺负的时候 他都不会生气 反而都会有这种 异想不到的反应 常常指的大家大爆笑 像是在生幼夜游里面 就可以看到 有时候他被要求做的事情 都很莫名其妙 但他都会先很认分的做 然后做完才发现 诶? 我刚才到底做了什么? 才意识到自己 又被其他人整了 然后自己也很开心 认为自己是个M 但三田之和说 他其实是 披着M匹的S 我不是这样的 不要打开 是这样的 最终的S 虽然江口常常被大家捉弄 但他不仅对前辈有理 也对后辈很照顾 跟大家感情都不错 像他跟花江夏树 还有小野贤章 就很常一起玩桌游打电动 然后在花江的频道一起开直播 他们玩的游戏种类非常多 像是上次在小野贤章那边讲过的Uno 还有一堆让人问号的小游戏 Moji他们玩了一款叫 Plug and Play的魔幻游戏 游戏画面就只有黑白的两色 和简单的线条 和一一不迷的文字 也会有一些吊诡的音乐 跟完全没有逻辑的场景转换 玩的方式呢 就是用滑鼠的左键点击 帮画面上的插头人按开关 把插头拔掉排人形无功 就这样子一直到结束 除此之外就没了 可是奇怪 看他们玩 好好玩喔 三个人的效果都超好 都会用自己的深优专业来服务粉丝 观众的反应也都很好 于是江口小野 就变成了频道上的固定来宾 我想应该有蛮多人 是从这边开始喜欢上江口的 虽然江口上节目时 都给人家一种随性轻松的感觉 但是他对于工作 可是一点都不马虎 他在揣摩角色时 总是会从身边的所见所闻 感受到了一切当作灵感 为了塑造一个有魅力的角色 而想尽办法将这些素材 灵活融入在角色里 并且不停的思考如何让角色 在动画虚构世界里 同时不失去人性 从一开始不确定自己的目标 到不顾家人反对自己辛苦打拼 再到成为圣优 都能从他的经历中感受到他的进步 并且在今年获得的第17届圣优奖 成为圣优后 一改以前独来独往的生活模式 开始感受到接触不同人 事物的乐趣 了解到必须观察更多不同的面向 才能够更全面的创造角色 如果生活中没有什么刺激 要如何开始创作呢? 如果他没有决定去圣地群里 又怎么有机会发现自己对神佑这个职业抱有梦想呢? 认真对待自己的兴趣 并且艰辛自己的选择 在工作上努力不懈的同时 仍然真诚地对待周遭的人与生活 我对,差点忘了 还有那透析人性的灵魂之画 也是相当的令人敬佩 地方宅女良心制作 绝不脱稿 需要您的关心